他們比較 我們比較常稱呼他為魯馬層 那其實他們大部分面倒的問題其實非常的多 像原住民的話常常會面倒遇到的是 一些礦產的問題 他們家庭的一些傳統領域被礦產公司收買 然後礦產公司或是開放一些土地的時候 會把他們驅趕 那他們可能就不得不到另外一些地方 會流離失所 會到其他地方去住 那其實我覺得跟台灣前陣子在 最近在法奈他們沒有人是局外人的相關部分的這個的活動 是非常相似的 我覺得原住民的部分或是不管是文化的部分 都可以做一些相對連結的 那其實我廢話已經有點多了 那我們就接下一個掌聲 就邀請一同來跟我們分享 好 夠了 嗨 大家好 我是一同 嗨 今天很高興來到菜單時光跟大家做一個一副高的文化的分享 然後我是拿了 我是申請了加一部青年發展屬新南向政策 深度延期計劃的同學 那在這次計劃當 不好意思我差個表 就是這個計劃今年還在增 那增到6月11號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趕快到網上Google一下 其實我覺得錢都還蠻OK的啦 對 合銷方面也還蠻OK的 就這樣 不好意思 然後現在已經開放第三階段的申請 所以有興趣的人可以來就是來看看這樣 然後就開始我今天的分享 那首先想要問大家是想跟大家介紹的是 就是在一副高省市位於菲律賓的北旅宋島的那個圈起來那個地方 大家看得到紅圈圈吧 那個地方 好 接下來是第一個問題 當我說到一副高 當我提到我是民族系的學生 大家想到什麼 大家想到什麼 回答 終於寫 對 民族系跟一副高想到什麼 對 民族系的學生 沒有 三百毛 對 對 我提到一副高想到 當我提到一副高的 當我提到一副高的 當我提到賓高的 但是我提到一副高的 我提到一副高的 什麼都會想到 那些人想到 無論以為 好,那接下來我想要滿足大家的期待 先大家看一下這邊一段 這是在Open Air Museum 就是在世界聯合國 世界文化遺產的水道梯田 最大的水道梯田 然後我們在那邊觀光 然後所看到的一位農夫在當中 耕田的樣子 哇,可是這個顏色有點奇怪 好,看一下 好了,沒了 就是,其實這個天眼真的很大 我曾經走在裡面過 它那個高度大概跟我人一樣高 所以不是像你們看到 就是可能矮矮的 它是更高的一個地方 然後他們其實這樣子一模停 可能就是一位農夫在裡面工作 然後都是由家族在做成的 好,那我就依照大家現在對我的想像 或是想要我講的東西 再來就是,通常大家提到的原住民 然後開始就會有一些原住民族的一些象徵跟一些東西的一些象徵的想像 那其實,請大家先看一下這段影片 就是我在當初他們這個社區裡面 然後他們所做進行的一個活動 這是由他們的高中生跟其他的小學生或是小朋友做的活動 接著,請大家看一下 不行,飛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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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印象中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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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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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